就在大家抱怨这个手机都没有什么新功能的时候 三星推出了全球第一支折叠手机Galaxy 4 希望能够引领手机新风潮 这支手机有两块荧幕 就像书一样可以合起来又打开 它对折内侧打开是一块7.3寸的面板 而外侧是另外一片4.6寸的面板 所以无论是在创新或者是技术上 噱头十足 看起来都是历史性的突破 当然好悬念的 它的售价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要价1980美元 换算台币一支6万多块 这个号称历史性突破的Galaxy 4 却出师不力 国外的体验活动陆续都传出灾情了 所以三星已经确定延期了上海媒体的鉴赏会 而台湾三星也发出声明 原定明天在台北举办的鉴赏会 全面取消折旗举办 并且延后了折叠机Galaxy 4的上市时间 这次三星Galaxy 4带着众人的期待 开启了折叠手机的新元年 但是国外的媒体在拿到时机之后 却发生了有萤幕没有办法正常显示 或者是大小故障的问题频传 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比如说有人的手机拿到 不是号称是折叠手机吗 但是一折就坏掉了 比如说有一些媒体拿到的这个手机 发现一折 萤幕为什么没有办法正常的开盒 却意外折坏呢 这个萤幕接驳的位置似乎有一点点问题 导致萤幕出现扭曲的状况 那有彭博社的记者就说了 这个手机只使用了两天 就全面破裂 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那针对这样的问题 三星回应说 可能是受到了脚链底部 或者是顶部这个外露区域的影响 好 就是三星的回应 那除了这样的灾情之外 还有哦 有人的萤幕使用了没几天 发现萤幕凸起来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呢 按照道理来讲 折叠手机就是你折起来 或者是打开 都可以很正常的使用 那为什么萤幕会有凸起的现象呢 有记者发现 出现了奇怪的凸点 导致萤幕整个变形了 那变形 当然萤幕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那现在呢 这个三星的回应是说 有可能在装置的内部 有不明的物质 这个三星的折叠机 是不是在设计上面 这个左右萤幕 还有中间这个角链当中 存在一些些的小缝隙 那这个缝隙里面 是不是有可能让沙子啦 液体啦 进入手机内部 导致萤幕凸起呢 好 灾情还不止这两起哦 甚至有一些记者拿到的手机呢 会发生黑屏 就是萤幕不见了 或者是有萤幕闪烁的状况 好 发生类似这样子的灾情 好 闪屏 就是萤幕会闪闪烁烁的 或者是 黑一半 这里可以用 但是这些不能用 三星说啊 不要撕下保护层的贴片 这是显示器的一部分 三星的意思是说 原本呢 在这支折叠手机上面 有覆盖着一个萤幕呢 这个塑胶层 它是折叠机上面的塑胶层 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保护膜 而是应用在折叠面板上面 这个软性的材料叫做CPI 那虽然呢 透光性高 柔软度高 还有防折痕的特性 但是跟玻璃面板相比 不耐磨瓜 所以如果大家误把这片膜 视为普通的保护膜 强行撕下的话 或者是在上面添加其他的东西 就会增加萤幕故障的几率 那三星就说了 未来会再明确的传达这项资讯 避免使用者的误会跟纠纷 不过呢 针对三星这样的回应 有一些国外的媒体 有稍微表示不满 有一些记者说 其实他自己完全没有撕掉 任何的薄膜 萤幕还是坏掉啦 也有一些记者说 因为这个保护层的外观 看起来根本就是 像新手机上面的临时保护贴 而且三星在当时 或者是在保护壳上面 亦或者是在使用说明书上面 也完全没有提醒使用者 说这个保护层 也是手机结构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在拿到开箱之后 才会物思 那是不是因此导致手机折叠坏掉呢 陆续传出了这些灾情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灾情传出来之后 三星就发表声明宣布 无限期的延后Galaxy 4的上市时间 这份声明最新公布出来了 那他是说呢 因为回馈评论者 并且进一步的要进行内部的测试 决定要延后Galaxy 4的上市时间 并且将在未来几周之内会公布日期 他们将会强化荧幕的保护措施 加强宣导这个荧幕的使用跟注意事项 那当然最后他们认为 三星非常的以客为尊 十分重视消费者对于他们的信任 所以三星就出面说明了 说其实很多的评论者跟他们来分享 的确他们的确在产品上 看到折叠机有无穷的潜力 那当然也有部分的人向三星传达说 到底应该要如何改进 所以三星决定要全面评估这些意见回馈 进一步的进行内部测试之后 所以他们现在决定要延后Galaxy 4的上市时间 那未来几周呢就会再公布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确定要再次的上市 希望经过他们的改善之后 消费者能够尽情享受他们的折叠手机 带来的视觉跟使用的震撼 那当然在台湾三星这头声明所述 他们决定要延后上市的时间 那夜就解读了说三星的这个举动呢 显然是避免这个想要避免 在2016年的Note 7发生了自然 跟召回事件的噩梦重演 而这当然也凸醒了 虽然折叠手机有庞大的潜力 但是三星的技术是不是还不够成熟 所以他这一份声明发表出来之后 其他的外电当然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比如说像是韩联社 韩联社说这一次呢 三星宣布要延后上市的时间 而且要做进一步的测试 那原定呢在本周五 就是4月26号的时候 美国就要登陆了 5月3号在欧洲 5月中旬要在南韩 这个上市时程呢 要全面的推迟往后 那到底要推迟多久 现在呢这个三星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但是韩联社预测 少则两周 长至少有可能会拖到两个月哦 而路透社的说法呢是说 这个Galaxy 4原本计划 一年要生产100万台的 但是因为发生了这些困难 所以不仅延后上市的日程 而且呢也透露出来 这个可折叠式手机 其实生产有非常大非常大的难题 而且因为荧幕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有一些分析师啊 甚至在三星推出这项产品之前 就预期几乎不可能第一次就成功 另外彭博社也分析 说Galaxy Note 4其实非常有潜力 但是技术还是不成熟 那会不会只是为了要占首推 这是全球第一个推出这样的名声 而强行推出呢 所以彭博就分析 三星这一次推迟的原因 虽然呢这个有潜力 但是技术其实看起来 真的还不是很成熟 也就是它的良率 其实并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市场上的甜蜜点 它比较像是一个为了开发新市场 而推出的概念机 而并不是成品 所以专家就说了 虽然Galaxy 4可以在两种模式之间切换 但问题是它不是一台好手机 也不是一个好平板 但是这样的良率却要消费者掏出台币6万多块来购买 似乎不太具有吸引力 所以目前为止呢 专家就认为说 其实消费者可能没有特别需要这种创新的产品 而且要花这么多的钱 那三星这一次抢先推出 技术不成熟就要抢先推出 是不是只是为了要抢占一个首推的名声 所以三星这次折叠式手机虽然是抢先全球第一个公布 但是现在延迟了 那你记得吗 三星在公布折叠机之后 也有一家公司公布了他们也有折叠手机 那就是华为 那华为的折叠式手机会不会也要延后上市呢 现在市场上不仅焦点注意到三星 甚至还注意到华为 有一些市场上的揣测 认为华为的折叠手机 也有可能因此而延后上市 好 华为这一次的折叠手机呢 原本是预定6月份要上市的 但是因为三星出了这样的问题 会不会让他们也开始再次的进行内部测试 而延后到9月份呢 好 市场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揣测 因为延到9月份恐怕延到9月份这样的说法 并不是华为自己说出来的 而是市场上的揣测 他们有两点原因 第一个 因为呢 跟华为面板合作的供应商京东方 他们所提供的软性荧幕率 这个良率 其实相较来讲 实际的产能还是有一点点不足 再加上第二个问题 三星折叠机的摘情平传 所以会不会让华为更谨慎的 来看待这个上市的计划 不过也有市场上的分析师说了 其实啊 就算真的延后到9月份再上市 对于华为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因为毕竟现在消费者对折叠机 仍然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 那包括了OPPO啦 包括了小米在内的厂商 其实都暂时没有计划 要推出新的折叠机 再加上你折叠机 需要不要配上5G的网路呢 5G的网路在今年的下半年 甚至到明年 才有可能会全面的普及 会有更明确的推行计划 所以华为也不至于要急着 在现在马上上市 所以就算延后到下半年推出 也能够掀起话题 说不定如果明年推出的话 还能够跟苹果的新机来相抗衡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好 大家现在市场上都在看 三星传出灾情之后 华为的最新说法